好 就在現在來關心 最新的現場是民眾黨的主席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包括了他的住家 還有黨中央 都遭到了檢調的搜索 而柯文哲就在現在 他即將要來到了廉政署 來進行偵訊 柯文哲這次是被列為 貪污案的被告 剛剛被帶出了住家外頭 他有最新的回應 一起來關心 中央黨部有都被搜索 當然 我非常慘大 我至少沒有 我也希望執政當局 要清楚的說明 他今天是有什麼證據 要做這個動作 是不是這樣 你今天做了四個小時 有拿黑遊戲內帶走嗎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我不會覺得怎麼樣 我們還是希望 台灣的司法是被背心的 但是這樣 今天他們 既然他們做了 他們就要說明之後 他們今天是有什麼樣的證據 好 柯文哲表示 今天是台灣歷史上 第一次主要在野黨的黨主席的住家 辦公室還有中央黨部都遭到了搜索 柯文哲說他自己非常的坦蕩 他說他知道他自己沒有問題 希望執政當局要清楚的說明 今天是有什麼樣的證據 要做這個動作 柯文哲並且表示說 他不會覺得什麼 還是希望台灣司法可以被信任 既然做了 就要說明今天有什麼樣的證據 合理的理由要來搜索中央黨部 個人的住家跟辦公室 柯文哲認為 簡連應該在之後 要詳細的來做說明 而目前最新的現場 您所看到的就是 在廉政署的最新畫面 由於金華城的弊案的緣故 就在現在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民眾黨的黨主席 他即將要來下車 進入到了廉政署來進行偵訊 史上頭一遭也不只包括了柯文哲 還包括了柯文哲的妻子 陳佩琪 兩夫妻是一起被帶回檢查的 陳佩琪在出家門口的時候 不發異語戴上了口罩 這一次陳佩琪是被列為證人的身分 她跟她的丈夫柯文哲一起 即將被帶入到了廉政署 來進行調查 而目前這就是在廉政署的 最新現場 老婆 來了… 換代文字了 還有陳佩琪兩個人一起 被帶回了廉政署來進行調查 還有陳佩琪兩個人一起 而在待會我們要為您掌握 在廉政署的最新訊息 而在稍早 就是剛剛您看到了柯文哲 在住家外頭 他也針對了簡連今天 在一大早清晨的六點多 突然之間的是撫小初級 來突襲他的住家 剛剛柯文哲也有一些回應跟表示 他認為說今天是有什麼樣的證據 要做這麼一個動作 他非常的坦蕩 也希望執政當局 之後一定要清楚的說明 為什麼在今天上午 要有這麼樣的動作 而由於就是在柯文哲 擔任了前台北市長的期間 被捲入到了 金華城的容積率的弊案 是一路過關 容積率來到了840%的這一點 所以遭到了簡連的追查 還有調查 好 在現在 柯文哲還有陳佩琪即將要下車了 他們已經下車進入到了 廉政署要來進行約談還有偵訊 也是在金華城的威京集團主席 沈慶金 還有台北市的議員 應小威雙雙遭到了收押之後 果真在現在柯文哲呢 被帶入到了廉政署 來進行調查當中 柯文哲的住家在今天的早上6點多 突然之間遭到了簡連的搜索 外傳 當時簡連按門鈴的時候 柯文哲的家中是一度沒有開門的 所以簡連的搜索也一度受阻 之後是直到了7點多 柯文哲的住家才打開了門 讓簡連來進入搜索 這是史上頭一遭 也有在野的黨魁遭到了搜索 就在現在我們持續為您來講 我最新的相關進度